完成了Exit的部分 我們下一個部分會學關於Alkoli 先簡單記憶一下 大家關於Alkoli的產品 我們講過了 常見在實驗室裡的Alkoli 就有這四種 Sodium Hydroxyl,Protaxium Hydroxyl,Kalcium Hydroxyl 還有AMOMONIA 我們都有提到一個定義 就是什麼叫Base,什麼叫Alkoli Base是什麼呢? 基本上我們要當成這幾樣東西 所有的Metal Oxyl 所有的Metal Hydroxyl 和AMOMONIA 都是Base 大家知道什麼叫Alkoli 什麼叫Base 可以進入今天的正題 什麼叫Alkoli 其實很簡單 如果一個Base 它可以融得到在水裡 產生OH- 那些就叫Base 你發覺跟Exit很相似 Exit就是當一種Molecular Covalium Compound 融在水裡 如果它可以產生H-AQ 那些就叫Exit 所以兩個就好像一陰一樣 一正一反 很相似的 這裡就講了我們 就是最常見在實驗室的Alkoli 有這四種 大家應該有印象的 我們之前有提及到 在Exit裡面 有一個Terms 叫Ionization Ionization 在Exit裡面 基本上一定存在 為什麼呢? 我們講到Exit 它一定是一個Molecular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 我們之前講過 例如HCl 它其實是一個Covalium bond 在中間的 它一定是要把Covalium bond 拆散它 令它變成H正 和Cl 在這個過程就叫Ionization 但對於Alkoli 這件事是不一定會發生 而且多數是不會發生 為什麼有什麼分別呢? 很簡單 我們用Sodium Hydroxide來做例子 我們很明顯知道 Sodium Hydroxide 在我們中三的時候學 這件事是GIS Dryon Ionic Structure Dryon Ionic Structure 即是說 這件事它自己本身 即使在Solid的情況下 它都有NA症 和OH負這兩樣東西 所以在這個過程 它融在水 和它不融在水的分別 只不過是它不融在水 它的Ion就會Fix 在某一個位置裡面 但如果它融在水 它就會變成一個Mobile的狀態 這個過程由它貼著一起 變成它可以Mobile的自由移動 這個過程在Alkoli裡面 我們叫Disociation 分別就是因為 Alkoli很多時候 都本身就是Ionic Compound GIS 但Exit 基本上全部都是Molecular Compound 我們學的是SMS 如果在Exit裡面 它一定是SMS 有這個不同 但你一看就看到這裡 奇奇怪怪 有一個這樣的Equation 這個Equation是什麼呢 我們都有提及過 即是在這個 Armonia Armonia 為什麼會Alkoli 因為它看上去 它不像裡面有OH- 那為什麼它融在水 會有OH- 產生呢 就是因為當它融在水的時候 會產生這件事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有點複雜 不過可以跟大家看一看 第一看一看 這個Structure 就是Armonia 它的Molecular Structure 這個就是水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當Armonia 跟水接觸到的時候 因為這個電子 就會 某程度上 就類似是 搶走了 水裡面的 H正 這樣 因為一個水 你可以理解成為 一個水 其實是包含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H正 另一個部分是OH負的 我們之後都會提及到 這件事 這個水 是包含一個H正 不是一個OH負的 所以當Armonia融在水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搶走 水的H正 那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件事 當這個Armonia 裡面的Long Peri 如果它會搶走 水裡面的Hidrogen Iron 其實就是說 它有一個 Dative Coelium bond 就會產生這件事 而這件事 正正是我們這邊 的Armonium Iron Armonium Iron 當這個水 它拔走了一個H正 它剩下的 很自然就變成一個OH- 所以當Armonia融在水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OH- 產生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過程 就跟Exit好似 因為它是由一個 molecular的東西 變成一個 Ionic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都會說 它是一個 Ionization of Ammonia Molecule in Water 這樣的情況 所以Alkali 跟Exit有一點點不同 Exit一定是Ionization 但Alkali 它有可能是Desociation 或者Ionization 有一點點不同 但如果大家再仔細留意 這個位 你們會留意到 在這個位置 是一個Reversible的反應 Reversible的反應 就是它可以兩邊發生 這個可以兩邊發生的反應 就說明了一件事給我們聽 就是Armonia 它是一隻Weak Alkali 藥鹹 但是另外這幾隻 我們就會理解 它成為一個 Strong Alkali 即是說 因為上面這個 Ionic compound 它溶在水 它完全溶解的話 就是它完全Desociation 其實它 就會產生大量的Hydroxide Iron 但是當Armonia 它溶在水裡面的時候 因為這個過程是可逆的 它有可能會回頭 所以產生到的Hydroxide Iron 比率 或者我們濃度 就相對來說 是比較低的 所以這個情況 就是一個Weak Alkali OK 所以說了 說了6分鐘 我們這個位置 其實就說了給大家聽 什麼是Alkali 什麼是Base 還有Alkali 它有分Desociation 和Ionization 還有Armonia 這個這麼特別的例子 究竟它是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部分就是關於Alkali 它特別的地方 如果你對這本書 其實都是類似的編排 它首先告訴你 在實驗室裡面 常見的Alkali 還有什麼 還有Base 還有溶得到在水 的Base 就是Alkali 這個概念大家都很清楚 這些常見的Alkali 我們剛剛都提過 所以不再重複了 你自己看都看得明白 然後它會有說到 關於Alkali的特性 但是這些因為 是你Form 2已經學過的東西 譬如它是Bitter Taste 它有Slippery Fill 它導電 它會導致Limbus Paper 由紅色變成藍色 這些都是Alkali 所謂的Physical Property 沒有New Substance出現 OK 講完這個部分 我們就到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 當然是化學我們學Reaction 我們在這個位置 學Alkali的Reaction 有四個 就是Alkali 跟Exit的反應 跟Metal Oxide的反應 跟Ammonium Company的反應 跟Metal Iron的反應 但因為這段影片會長 如果一次過講完 我們在這段影片 先講了頭三個Reaction 第四個Reaction 很複雜 所以要另外一段影片 分別地講 而且是特別難的 OK 第一個反應 就超級簡單 因為Alkali 現在是Exit的反應 這個我們知道了 Neutralization 雖然我這裡寫Alkali 但其實Base 都可以跟Exit反應 但我們這裡 針對講的 通常都是講Alkali 大家知道 當它是Alkali就可以了 OK 第一個不講太多 因為都重複了 第二個 Alkali加Lon Metal Oxide 就會出現什麼呢 因為你本書 其實只是在這個位置 我強調在這個位置 就是教了你二氧化碳 所以你基本上 可以簡單地去看二氧化碳 這個反應 我們從Form2開始 就已經講到 二氧化碳和Line Water 這個組合 是會令到Line Water 轉從Colorless 和Milky 但其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我們學完Exit的部分之後 已經可以對這個反應 是有一個更加深刻的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大家知道Line Water Calcium Hydroxide 它是一個Alkali 這件事應該是沒有爭議 大家也清楚 但是為什麼它跟二氧化碳發生反應呢 我們也知道它是什麼 當二氧化碳融在水 其實是會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二氧化碳加水 其實是會變成炭酸的 這個反應絕對大家有學過 因為大家在中二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 天然的雨水是帶著藥酸性的 就是因為二氧化碳融解在水裡會產生炭酸 但因為這件事是一個reversible的反應 所以這個酸性不是特別強 是一個藥酸性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Carbonic Exit 二氧化碳 好了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二氧化碳融解水 其實是一個Carbonic Exit 是一個Exit 我們剛剛有提到 Lime Water其實是一個Alkali 好了 當你看到這兩樣東西 其實就是很明顯知道 伊氧化碳和Lime Water 如果在有水的情況下 其實是一個類近neutralization的反應 為什麼呢 大家看看這條equation 這個是一個Alkali 這個是一個Exit 產生的是一個Sort加一個Water 這條equation寫錯了 這個應該是2 產生了一個Sort加Water 代表什麼呢 代表其實這個反應 正正就是neutralization 不過在這裡 如果我們是用二氧化碳 這不是像水一樣 其實整件事大家是理解過 你願意轉一轉 其實你就會明白 好了 這個就解釋了反應的根源是什麼 但是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會Turn Milky 經常都說Turn Milky 大家想一想這個反應 Calsium Carbonate 如果你很熟悉 Sortability Table 你應該知道 它是一種不溶於水的Sort Carbonate 基本上全部都不用 除了Sodium Protestium 和Amonium 所以這一塊 因為它不溶於水 就會產生Precipity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通二氧化碳 進去Line Water 會Turn Milky 我們看到Milky 其實是一些白色的Solid 在水裡面出現 白色的Solid 在水裡面出現 所以在這裡整件事 其實根本 就是一個 你可以理解 類近尿醋 的反應 但是因為Sortability 的問題 令到它產生Precipity Line Water Turn Milky 它的根源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大家會知道 如果我不是用Line Water 就是Calcium Hydroxide 我用Sodium Hydroxide 做同一個反應 其實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裡就真的差了一個二 用Sodium Hydroxide 和Carbonate 反應 你一樣會出現 一個類近 類近 的一個反應 但是呢 因為產生的Sort 剛剛說了 Calcium Hydroxide 加碳酸 就出Calcium Carbonate 但是Sodium Hydroxide 加Carbonate 應該是出Sodium Carbonate Sodium Carbonate 是溶得到在水的 因為Sodium Carbonate 溶得到在水 所以 在這個反應裡面 如果我們把二氧化碳 通入Sodium Hydroxide 我們就不會看到它 Turn Milky 我們極其量 極其量 只是感覺到 有少少變暖 但其實絕對不明顯 這件事 你基本上 當它是No Observable Change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已經學到 第二個反應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第二個反應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OK 象徵式都要看看片 就是講完反應 這條片 這裡講了一個Lime Water 它等一下就會 bubble一些魚影化碳 你留意清楚 它裡面 微小的Solid 產生 留意一下 它慢慢會有少少變蒙 其實是因為有Solid的產生 你留意一下 它也有些 一般的毛毛 在這裡 這裡給大家看多一個片段 這個其實就是用一個酸鹼指示劑 去detect二氧化碳的一個實驗 裡面滴了一種指示劑 應該是Phenofenide 它本來裡面應該是鹼性的 但是它等一下 這個人就會吹些氣進去 因為在我們吹出來的氣裡面 是含有二氧化碳的 就會令到裡面這一瓶東西 慢慢地由Alkali變成Acidic 所以你會看到它這裡變顏色 它就是做這個實驗去detect二氧化碳 你看到慢慢變淡色 是吧 那就是因為那個solution 慢慢turn from Alkali to Acidic 就會令到顏色不見了 看到一個很過癮的實驗 這個實驗以前是用來做Info Day 給小朋友玩的一個實驗 那做什麼呢 它這裡都是用一些酸鹼指示劑 它這裡就用Universal Indicator 那你現在看到這碗solution是紫紫的色 其實裡面就是HIGHLY Alkali 那等一下做什麼呢 它就會扔一些乾冰進去 那乾冰是什麼來的 乾冰是二氧化碳 你扔下去 就是慢慢會令到solution變成Acidic 但是因為乾冰這件事 它本身會遇到一些比較溫暖的環境 它會氣化的 它氣化了的時候 就會令到這一碗東西 可以產生很多bubble 很多的煙 然後你看著它慢慢變色 這個實驗很過癮 之後如果在學校有機會 我們做一做這個實驗看看 你看到慢慢轉色 變了綠色 綠色就是變成Neutral 變成黃色就是Slightly Acidic 好像哈里波特那些 它剛剛也有提到 它是一個V axis 所以最多都是變成黃色的 這個是第二個實驗 我們快點說第三個反應 第三個反應 是一個跟Ammonium compound 一個很特別的化學反應 就是Alkaline 當它遇到一些Ammonium compound 如果加熱的時候 就會有Ammonium gas的產生 這個留意一下 這個是一個gas 這兩件事合起來就會有gas產生 這個有少少 tricky的地方 就是如果大家留心一下 你將這條equation 寫成為一條Ionic equation 的話 那會變成什麼呢 大家看看 它這邊就會變成NH4淨 再加OH負 就會變成NH3 再加水 可不覺得這條化學反應 似乎相似的 我們在這裡cancel了cl cancel了na cancel了na cancelcl 這條反應可不覺得似乎相似的 這條反應呢 其實不就是這條反應的相反 所以我們教的第三個反應 其實就正正是 Ammonium gas Ionization in water reversible的那個反應 那個backward的reaction 這個反應就是可以 拿來幫我們產生ammonia gas 你要很留意一下 我們說reversible這個concept 很吊詭 那究竟向前還是向後呢 為什麼這個情況又向前 但是這個情況又向後呢 加熱就很關鍵 當我們加熱的時候 它就會以這個方向的反應為優先 如果我們不加熱 它會以這個方向的反應為優先 寫錯了 它會以這個方向的反應為優先 所以為什麼這些條件很重要 你不寫heats就會錯了 那我們的反應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講完了 那我們就看這條片 我們先看一個經典一點的一個 短片 就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solid 然後加些alcohol去加熱 看看做什麼 好 這個位置你要留意 它就這樣加下去的時候 你是完全不覺得有反應發生 因為它加下去 你看到那些solid還在浮一下浮一下 這個amonium gas的出現是不明顯的 我不是說它不會發生 但是它會很慢發生 所以是要加熱的 我們先看這條片 你看到它慢慢溶了 那些solid慢慢溶了 就是代表它在react 然後你看到有些泡泡噴出來 是不是 那這些 這裡這麼厲害呢 好了 它呢 剛剛那裡噴得這麼厲害 因為水滾 沒有關係 那它跟著 用red limus paper去試 為什麼要用red limus paper去試 因為那個amonia 是一個簡性的氣體來的 之後它噴出來 你用red limus paper去試 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它這裡是寫得不好的 這個很關鍵的位置 就是什麼呢 它應該用red limus paper 這張limus paper是一定要濕的 為什麼呢 如果這個limus paper不濕的話 它就不可以令到 amonia gas 和水 結合 而產生alkali 所以它旁白就有說到red limus paper 但是它這裡沒有寫到red limus paper 一定要有水 回頭再看一次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學的那個反應 你一定要用濕潤的紅色 limus paper 它才會變成藍色的 所以這個反應就是學一個反應 很簡單而已 那就學完了 這條影片呢 我們就學了三個Alkali的反應 第一個就是Alkali加acid的neutralization 第二個就是Alkali加二氧化碳的反應 第三個就是Alkali加amonium compound的反應 這條影片就這麼多 我們下一條影片就學完這個反應 進來 感谢观看